少子化已经是国安的问题了 2022年花林县出生通报数下降到 历年来最低的2070例 有鉴于此县长徐甄卫自就任以来 就积极地推动各项促进应幼儿的健康措施 并且责成卫生局积极地向卫生福利部各司署 来争取相关的经费 提供应幼儿最佳的照护 先来许中会感谢中央健康保险署的支持 是从两厨长在东区健保署举办的 健保28健康到丁丁七星坦建筑当中 特别针对华东地区低收 以及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婴儿 宣告免费提供口服轮状病毒疫苗大好消息 为偏向地区经济弱势家庭婴幼儿 给更多的健保保护 花林县卫生局长朱家翔表示 轮状病毒感染常见于在5岁以下的幼儿 占急性肠胃炎的原因有43.6% 6到24个月的幼儿感染 症状够严重包括发烧呕吐 以及水样撞腹泻等等会持续一周 一旦家庭当中脱育场域有一个婴幼儿感染 其他孩童也会受到影响 幼儿童感染之后需要在家休养或是住院治疗 对家长而言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心理和时间照顾 会造成经济上的负担 尤其对经济弱势家庭更为困难 花林县卫生局表示 预防轮状病毒感染除了自主预防措施之外 也鼓励口服轮状病毒疫苗增加免疫力 降低感染的风险 目前市面上有2G和3G型的口服轮状病毒疫苗 完成完整的疗程 通常需要花费5000到6000元 对弱势家庭而言 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负担 因此非常感谢中央健康保险署 聆听花东弱势家庭的声音 并且可以支持这项补助计划 将会确保全球弱势家庭中的婴幼儿 能够及时接种轮状病毒疫苗 提升免疫力降低感染的风险 记得你继续欢迎欢迎收看